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正我这么跟你说 很多问题学生都找他 也不一定 所以今天我就必须得找找你 就解决现在青年人很多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现在我想今天先从一个什么事说起 先从一个校说起 因为最近传说 不是传说 真的说北大把校生父母当成招生的一个标准 实际上是校长实名推荐制列出了四条高压线 就是说高压线第一条就是说你要是不孝敬父母 那连资格都没有 推荐的资格都没有 可是这个事呢 就引起争议 说现在这谁来判断 怎么算孝啊 标准怎么定 对 怎么算不孝 过去说母亲父亲病了 割块肉熬中药给他喝 也算孝 就是说这个引起这个事 但是呢 另一方面呢 我想给你们看一张照片 这是我们武汉大学的骄傲 你看这个照片 这是个博士 他呢 名字就叫做黄碧海 黄碧海呢 今年六月份的时候 这是他妈妈 这是他妈妈 黄碧海 考上了去日本的这个博士后 而且要找到了去日本的工作 就在即将成行的这个时候 他的母亲 生病啊 植物人了 植物人了 大面积更色 植物人了 所以听我跟你说呀 他就现在就是说笑感动天 那香港人讲 黄碧海博士 这个时候你说怎么办 最后说我只有一个吗 我不去了 不去了 天天照顾他妈妈 你知道这个我现在有体会了 每两个小时又不能长褥床 褥床很可怕 每两个小时给母亲翻一次身 而且植物人是鼻四啊 你得非常难喂 你得把所有的食物 打成那个那个用那个绞碎 的那个绞碎机啊 打碎机弄成那个汁液状 然后从鼻子这个管啊 给他打进去 打进去营养都不够 因为你变成水啊 这个胃就满了 你知道吗 特别大的学问 怎么能够保证鼻四的这个病人 那他营养够 因为他植物人又不动 而且还天天给母亲按摩 讲故事等等呼唤母亲 结果竟然医院说出了奇迹吗 11月份他母亲醒了 其实他母亲被儿子唤醒了 感动天啊 没错 我有一个什么这个体会啊 就是你看我们家 我母亲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 你知道中国的这个养老的问题啊 感同身色 我没有这个感受啊 对黄博士这个事啊 我还没有这么多赞美 有这个感受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中国的这种养老啊 各方面的社会配套都不行 都不行 所以我说中国是一个老人只要一倒下 整个家庭 一家人都会拖进去的 生活大便 你比如说这些 大家已经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呢 你说我们家三个兄弟 现在就觉得 要照顾好我们母亲这种情况啊 如今就是说 必定要有一个兄弟 放弃你的工作 放弃你的工作 那么这个时候 所以说平常不要讲什么笑不笑事 这个时候 你想想多少中国的孩子就是受煎熬 你母亲你付出什么 你什么都该付出 对吗 但是呢 实际上你这个很现实的问题 你工作中断了 那么将来你又怎么办 最后你看我们这兄弟三个 白之来白之去 白之来白之去 这个只能是大哥做牺牲 你知道吗 大哥做牺牲 大哥回家照料这个母亲 上海有个节目 非常受欢迎 叫新老娘舅 就是一直讲这样的事情 都是用方言讲的 他就是讲家家户户的这样的冲突 最多的情况就是老人 几个小孩 他的财产怎么分 然后几个小孩怎么来供养他 你那里几个月 我那里几个月 我哪里的房子给他 那里的房子 很多纠纷 很多冲突 说都说不出来 然后家里的老人 就最喜欢看这样的节目 其实我觉得 家里的老人最喜欢看这样的节目 大陆现在你刚才说的没错 就是养老的制度没有配套 还有福利方面真的没有 一个老人出现问题 全家真的有时候会反贫的 那在这情况下 什么叫反贫呢 就是一下子 全家人都会可能就会变成一个贫穷的人了 反贫呢 对啊 反为贫穷的过程 那在这情况下 其实我之前自己也有这种经验 我在这边读博 诗阿等等 我父母都走了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也很清楚 我自己很真的感觉到一个 很难受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要放弃 我但是真的想放弃学业 回去照顾我的妈妈 但是好在我有三个姐姐 她不用工作 帮我次分了她 但是我妈妈会觉得 哎呀给多点钱呢 我好像很孝顺 我只有给钱多一点点 似乎就弥补我自己一点点的感觉 现在人家在听我们的节目 到现在为止 人家会发现 独生子女政策怎么办 你们都在讲三个四个 你看你们都讲 亏的有三个四个 下面下面听的人很多在看 我们只有一个 而且一个要面临的是八个老人 没错 而且你知道现在 你说这个社工 我们这个大陆 我看到最新的这个调查 是什么呢 就是说80后的 现在啃老已经成为常态 而且这个社会伦理也改变了 就是80后的父母啊 很自觉自愿的 愿意让孩子啃 而且就是 帮儿子买房子 是自己的应尽的义务 对天职 天职 而且呢 我就觉得就是 咱们这个岁数人 这一代人呢 我觉得有可能是历史上 最伟大的一代人 为什么最伟大一代人呢 你不像我从我的这个观念的 这个演变 我感觉到中国的这个传统 我现在想能不能到我是最后一代 就是我们奉养父母 我们还是按照传统 但是呢 我将来不要我的孩子 就就你走 就跟狼似的是吧 长大了 活你自己的 我得想办法在我有生之年 把我的老年 安排好 比如说存笔钱 到时候他们能够找个漂亮女护士 什么的 就反正不靠不靠孩子 就是咱们能不能成上不起下 我觉得其实我现在养一个孩子才11岁 刚刚过生日 我这一直有个想法 我不靠他养老 因为我必须要我自己长期的这种准备 自己要去育 但是反过来讲 我们现在看到80后的他啃老 他有的啃 父母愿意被他啃 没错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如果讲啃老的问题 那一就是家人的那个传统观念 就觉得我呢 其实都是爱孩子的心态 我愿意为他付出 不断不断的付出 包括我在做那个感恩教育的时候 我一直在做这个研究 那我就发现实际上 父母就不断的愿意付出 我自己当母亲 我也觉得就是无止境的想要付出 但这个付出的过程中呢 孩子收到 慢慢都会有一种心态 就变成想当然了 所以啃老里面有一种 就想当然 我就是要啃老的嘛 我妈要么你就活着要干嘛呢 你就是应该养我的嘛 我儿子现在有时候都会这么说我的 是吗 那对呀 但后面我就跟他说不是这样子啊 那在这情况下 我们就必须要怎么样 用这种方式来告诉孩子 按照非孝通的研究来说 你父母对自己的小孩再好 他都不欠你的 什么情况下 你这个小孩有责任 将来到老年还要供养 无条件的供养老的呢 是他帮你带你的下一代 叫隔代抚养 中国的文化传统是这样 比方说 你的小孩 你的父母亲帮你带大 那他到老的临终在床前 你就特别有责任 敬这个孝敬 所以他那个节目啊 几家兄弟姐妹啊 谁敬的责任最大 这个是很重要的条原则 就是你的孙子是奶奶带大的 你看我的小孩是我自己带大的 你欠你的父母就少 自己这一代 你啃老一辈子就啃去吧 房子吧 你都不欠的 这可能有一点 你你就不欠 因为你觉得是父母对你的责任 他有多少东西 反而他不给你 你还反而觉得他对你不好 他要捐掉的话 你还怪他 所以在中国这种倒扣的房子 就是说西方现在流行 房子到了一定时间 我倒安街 你知道我说什么吧 我的房子就给银行了 给银行了 然后我每个月拿一万块钱 一直到我死 那这样在中国很难做 因为你这样一倒安街的话 小孩就没了 断了很多亲情了 那什么情况下小孩 就中年的小孩 会觉得欠父母特别多 就是他递你抚养他的孩子 那这个就印证了你刚才讲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小孩 不是小孩 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 只有一个小孩 他不让上一代带了 他不用外国外婆 这个祖父奶奶 他怕他们带坏了 把他们惯坏了 所以自己让他们到那些 高很高价钱的幼儿园 什么东西抚养了 换句话说 这个隔代抚养 自正在锻炼 锻炼条 听上去都是家庭供养关系 社会学义 有一点这种交化的这种 这种社会交化的这种理论 可能就从这个角度来看 但实际上我们又回顾一个问题 笑到底我们以什么叫笑 你提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今天想谈的 咱们得先去广告再谈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当然就说不能一棍子打死一传人 是吧 我见到的说80后啊 90后也是一个一个的 谁跟谁都不一样 但是呢 也总能看出啊 代际之间的一些不同 你至少看外表 最近网上传出来一个给你们看看 就是温州啊 浙江温州有一班的女同学 他们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 每年要照一张相 就是每年同样的女同学啊 坚持了35年 年年照一张相 哎呀你就能看出人呢 这个不大变化 你这个可以看看 他们现在在网上公开 你看这是徐老师小时候的 女同学们就这个样子 你看哎然后你再看下一张 变了 你看刚好77现在85年85年了 77年到全都烫头发了 哎烫头发了 而且女人们这个样子 在谈恋爱了 哎呦徐老师都能看出谈恋爱 再看下一边 这就是当猫猫了 最新的2011年11月 你看 年轻的时候漂亮 长大了也还漂亮 啊徐老师会夸人 女人听到这些话是最喜欢的 是啊变化不淡嘛 对 而且各有 所以女的根本不用担心 各个年龄段有 各个年龄段的美 都有自己的 缠烂 根本不会因为这个什么 啊我青春不见 太太不必 对我的这个理想 当然是希望跟各个代际的女人 保持交往 是吧 所以呢 我有我的一点体会 大小通知 我这个体会啊 可以说是我作为一个男人的 一个偏见 很不好 其实男人就是很自私的 比如说什么呢 就是但是你觉得我这个体会有没有道理啊 我个人的这个 这个不完全的这个体会啊 我觉得啊 60后的女的 70后的女的 80后的女的啊 这个不 我不是说我都有过什么啊 我觉得啊 他们这个 这个无私的程度 逐渐递渐递减 就是你看啊 60后的这个女的 当年你的女朋友啊 那真的是就是 咱们说的就是为了爱情 或者说为了男人啊 牺牲啊 奉献的那个就是无私的程度 这让我想到的一个电视剧是渴望 对对对是 到70后呢 还是很好的 还是很无私的 到80后啊 就开始自我了 到90后啊 他就自恋了 你知道吗 但是他就无他了 不我的问题是 你讲的这个是 在一个时间段 还是在不同的时间段 不同的时间段 在不同时间段 那你的意思说 60年 他20岁的时候 也是很无私的 他也比较奉献 我愿意 比如说为爱情 他们所谓爱情 其实咱们今天要真说 男女平权的角度 那是时代的变弃 我是说男人 是男人的这种 自私的角度去衡量嘛 就是说 那个时候的女的啊 爱上一个男的 那真是傻呀 就是什么都奉献呢 其实他就比较专一 这个是一个社会的一些 一些期望 就是说因为 当时的那种教育 或者社会的一些期望 对女人就是 你要专业一点点 就怎么教的 就你刚刚一讲这个 整个流程的时候 我就想起来 渴望里面那个慧芳 我多受委屈啊 对 就简直对我 现在这现代女人来讲 我自己虽然 我也是70后的人 我也觉得我很传统 但我不会遇到那个程度 不会到那个程度 不会傻到 你连自己都没有了 但是你说 据你要接触的 这个80后90后的 但我觉得 他们又怎么样 我很欣赏 他们一部分就是 你说自我也好 是用我们 七六七十年代的语言 说他们很自我 好像就等于自私 但事实上 他们是能够自我的觉醒 就是很独立性 其实也是很强的 包括你看他那个 敢冲敢喘 敢自我推销 这种程度 其实是很有这种传劲的 对 但你要说实际上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六五六七十年代的人 反过在这方面很内敛的 他不好意思讲太多 也不敢跟我讲 是这比他们有差距 对医生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 不断的这种年代的差异 这种从我们心理学角度来 心理的这种界别界限 界限是比较清楚 但是我看过一些社会学的一些成见 可以说好像经常说起80后90后 会说到这个不感恩 不大懂得感恩 是从我原先刚开始做研究的时候 我也以为是这样 但事实上我觉得 就刚才讲到笑的问题了 我们一直在讲笑 基于说人在终老之前才行笑 一时候就好像 他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 好像看上一代人都是这样子 爷奶奶病在床上 一家人好像突然间都在一起了 平常都不见了 突然间都在一起 一时候好像这个就是一个笑 一些无形之中的带给一个年轻一代人 就是说到那个时候 我会自然会行笑的 我以前也是这样子 我就从头忙忙在外忙的时候 在你快走的时候 我一定好好对你 我妈妈身体一直很好 有一天我接到她电话说她吐血了 我一下就很正经 我就知道我该回家 我立马回家了 但是始终就是中校拿两拳 在这个过程中 我就觉得 我妈妈一直去跟别人说 我最有孝心 实际上我觉得不是 是我姐姐最有孝心 因为她要端食端尿 24小时都在那 我要跟老人说 这个是她最 不是我 我妈妈做的不好 我爸爸妈妈呢 也是一直认为我最有孝心 其实呢 是我哥哥最有孝心 因为为什么 因为父母啊 还有一套社会的价值观 对 他觉得你比较有出息 你在外面做出成绩了 对 所以呢 这真是很不公平 你们讲的情况一模一样 我的哥哥做的比我多 可是我的阿姨后来跟我说 这是冤枉啊 你妈妈老说你啊 对呀 不说你哥哥啊 他说其实呢 这么老人心里还是有一个 就你在外面 你很有出息 所以他还老挂着你 那这小孩听到自己心里跟内疚 第一次我觉得 形象是不同的形式 包括我们努力去展现 父母给的生命的意义 于是这也是一种形象 比如我可能给我妈妈 那90后一般 更愿意这样来形象 带来一点须名 他会觉得啊 你去读了博士 你在那边工作了 于是很多 我姐姐都在家里 留在他身边 那就像你刚刚说 我可能有时候有一天 我也希望我儿子像狼一样出去的 鹰一样飞出 都不要为在我身边 对 各走各路嘛 对 其实我都觉得一家人之间 我发现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希望有点距离比较好 这就是将近 就是心里的将近 不是 但是你知道啊 现在都有另一个问题了 又有一个调查 我就跟你说调查 搞社工的 我竟然呢 实际上你知道吗 大概有一半的这个90后 你知道吗 现在在家庭中做主 这个调查 你觉得是什么意思吗 家庭是什么概念 家庭 有的父母 有的父母 就是说现在这个父母啊 对孩子 他是一败涂地 你明白吗 这个因为溺爱 或者因为种种原因 实际上啊 以小孩为中心 一半的90后 在主宰着家庭的很多事情 你知道吗 甚至很多父母啊 很失败 也没什么主意 什么事变成问孩子 咱要不要买什么东西啊 那你喜欢这个车呀 还是喜欢那个车啊 你喜欢什么 本来他没想做主呢 其实现在也变得 有比较尴尬的地方 就是现在我不知道 您知道吗 社会上有流行 曾经流传 流传过一个什么 反父母的联盟 我听说过 对 他们就想要把 就就公开说 我不要父母 我就反对父母 对我的这种压逼 就是就是整个的 控制 那你可以看到 实际上五六十年代 我们的孩子是比较乖的 我们那一代的人 是比较乖 父母讲什么 我们就很乖 偶尔抗拒一下 会打我 那意思我就很听话了 但这代人 因为自我的觉醒能力 比较觉醒的感觉 比较多一点 自我也比较多一点 但实际上你可以 从西方角度来 这自我觉醒是一个好事 但中国传统在这个方面 觉得相对来 是一种反叛 因为父母的权威 一直都受到了很多的挑战 但现实上 社会的变化太快了 包括网络的这种变化 那父母呢 实际上已经意识到 自己的意识 好像也跟不上时代 包括电脑他看不懂 买东西电子 孩子一玩 什么都搞清楚 iPhone1234 他搞不清楚 什么叫这个词呢 没错 他要去问的 那这情况 实际上有时候 你可以看到 是几大人相互之间 我们叫什么呢 沟通或者就是什么 博弈的一个过程 相互之间都在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有时候想这个问题 外国人怎么解决 所以我刚才就想插嘴 就是这个 我觉得你们刚才讲的两点 其实都是中国的特殊现象 就是说一个六十年代 到九十年代的女性的变化 是因为中国这个几十年 社会在集聚的变化 在美国吧 常常有这样的 女儿跟妈妈 女儿恋爱出问题了 问妈妈 说你当初跟多少男的 妈妈说我太多了 这么什么 他那个六七十年 在美国是很开放 现在反而保守主义 所以他们有很多 完全没有说 一代一代 必然向前开放这个趋势 他们是没有 他们是轮回的 所以我们是怎么 不断的开放的 另外还有第二条 在正常的西方社会 比方在美国吧 一般来说 五六十岁的人 总比二十岁的人有钱 因为你有相对积累 你有房子 二十多岁的人 没人买房子 你车也是破车 那父母就有房子 小孩也不依靠父母 对不对 中国的情况是 年轻的一代 80后一代 很多都比他们的父母 更有钱 除非你的父母是 我爸是什么什么 没错 否则的话 年轻一代 比你上一代更有钱 没错 所以说家里做主 当然了 你老爸跟这个什么 他们都没见过 海滩 然后那边很贵 那里很便宜 然后你在海滩过去看 这边年轻人 到了中年人 那边是老年人 最漂亮的海滩 是老年人坐在那里 有不动 我觉得这个 是不是跟外国人 他那个父母 舍得放孩子 舍得放下孩子 有关系的 那个父母跟孩子之间的 那种心理的疆界 是很清楚的 他就觉得 18岁孩子 你是成人了吗 你应该出去喘 就像我们刚才讲 像老鹰狼一样 出去了 我的钱 我要为养老 就准备 不需要笑在这方面 其实笑呢 他们只要说 你过来跟我聊聊天 跟我吃顿饭 我请你都没有关系 或者你请过一顿饭 就是笑 就是你可以看到 中国传统的笑的意思 跟外国的意思 会一样的 那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